媳妇懂得一点佛法 就劝婆婆 专念阿弥陀佛 哪里都不要去都不要摆 婆婆有伤痕 她听媳妇的劝道 就在家里设了佛堂 每天念阿弥陀佛 有人念这个阿弥陀经 不再参加这些庙会了 专修净土了 三年 走的这一天 是晚上 吃完饭的时候 老太太叫家里的人 你们先吃饭 不要等我 她去洗个澡 她真的去洗澡了 可是儿子媳妇很孝顺 都等她 等了很久 没出来 再进去看看 看看她确实 洗过澡了 还没有人答应 就找她 走 看她站在佛堂 穿着海浅 人正齐齐 手上拉着面珠 面对着佛像 叫她不答应 到旁边仔细一看 她走了 这个工人告诉她 亲眼看见 一点不假 劝我们 要念佛 要求神 净土 机会 决定不能错过 无量受精的精体好 上半段是讲果报 下半段是讲修音 你怎么修 修音讲了五个字 清净 平等 我们学佛的人 修什么 修清净性 用什么方法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修清净性 都是修平等性 都是修 修清净性 得到了 你正阿罗汉果了 平等性 得到了 你成了菩萨了 大车大悟 那就是修 你成佛了 你修音 得到的果报 是什么 大臣 大臣是智慧 华言经上 所说 一切众生 皆由如来智慧 得相 大臣是智慧 无量受是得 庄严是相 你全得到 得到清净性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在方便 又一途 清净性不容易得到 得到平等性 再破一片无名 这一份事发生 深到极乐世界 十报 庄专专业 华言经上 初度以上的菩萨了 发生 大肆 等于成佛了 这都难 这都要念到 一心不乱 尽宗最殊胜的 就是 凡圣 同居图 太殊胜了 凡圣 同居图 我们真的要求往生 每一个人 都能 决定 可以得到 最殊胜的 就是这个 极乐世界 跟其他世界不一样 真的像华言经所说的 一切一切 一切皆宜 生到 同居图 同时 也等于 生到 方便图 跟十报图 为什么呢 他那个地方 没有空间维持 不像说 其他的 祝福国土 其他祝福国土 确实 有空间维持 不同空间维持 你见不到 极乐世界没有 所以我们 即使是 生到 同居图 下下平 往生 到极乐世界 你可以看到 观音 实质 你可以 见到 文书 曝显 他们在哪里 他们在 舍暴土 舍暴土的 这些大菩萨 跟 凡圣 同居图 下下平 也常常在一起 这个缘分 难得了 你常常跟他们 亲近 常常听 他们的教诲 进步就快 他不会退步 没有退步 没有退步的原因 只有向上提升 老师是祝福如来 同学是祝大菩萨 你到哪里去找这个修学环境 生到极乐世界 决定 一身成福 他寿命长 无量寿命 你说这个原因 多殊胜 没有遇到什么 没法子 遇到之后 你还留念这个世间 你就错了 这个世间 只要有一桩事情 放不下 就把这一身的机缘 空过了 所以我们要彻底放下 一丝毫留念 没有 我们住在这个世界 最重要的 就是修法神 还没走之前 身体还在此地 要修菩萨 尽量劝劝别人 佛度有缘人吗 你劝人 他肯相信 他肯发愿 这个人得度了 你帮助他成佛了 你成就也帮助 也成就了 你帮助的人越多越好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你能真正送两个人往上 比你自己念佛就强 你要能劝十个二十个 你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要我们人间的话来说 一定嘉奖你 带得越多越好 这是佛经上说的 一点都不想 除了自己念佛求生之外 尽量帮助别人 劝导别人 用什么劝呢 要献身说法 走的时候 不生病 欲知识知 没有痛苦 你这样往生 人家看到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早年 早年 我还没到台湾来之前 台湾 活动爵士的 母亲 念佛 往生进度 活动爵士在香港 很有地位 他们全家 虔诚的基督教徒 比进 他们还受过 中国传统文王 所以对老母亲 很孝顺 家里设得有佛堂 过人 过人修过人 老母亲天天念佛 他们星期天上教堂 这一家还挺和睦的 由中国传统教育 使他们和谐相处 老母亲走的时候 真的开了一个 往生大会 老太太 而知识之 走的时候 坐着走的 通知到香港这些新闻节 走的那一天 大家就去看 真的走了 所以新闻媒体都报到了 那个时候没有这点事 这个是三十多年前 他这一走的时候 活动就是全家 联合了 你看不用说话了 表演给他看了 你看到这真的不是假的 以后 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捐献出来 就是现在的东林旧院 东林旧院 就是活动教授他的家 捐献出来 给做佛教道场 老太太太一声没讲经说法 可是这一表演 度了多少人 让多少念佛人看到了 神奇信心 一点都不假的 一点都不假了 那么像这种 这种方式 成就自己 也成就别人 到处都是 这大概四十多年前 我在佛光山教学 佛光山有个长工 他们的工程是一年到头不中断的 在佛光山做工的工人 是当地人 有一天晚上 我们带着几个学生 这个月光非常好 我们在草地上讨论佛法 这个工人 就走到我们这边来 也来听 进来一会 他告诉我们 劝我们念佛 这念佛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他亲眼看见 他的邻居 一个老太太 念佛三年 站着往生 老太太 人非常慈悲 有爱心 欢喜帮助别人 她没念过书 不认识 拜佛 拜菩萨 也拜神 什么都拜 常常赶庙会 三年前 她娶了个媳妇 媳妇懂得一点佛法 去劝婆婆 专念阿弥陀佛 哪里都不要去 都不要拜 婆婆有善根 她听 媳妇的劝道 就在家里 设了佛堂 每天念阿弥陀佛 念这个阿弥陀金 不再参加这些庙会了 专修净土了 三年 走的这一天 是晚上 吃完饭的时候 老太太叫家里的人 你们先吃饭 不要等我 她去洗个澡 她真的去洗澡了 可是儿子媳妇很孝顺 都等她 等了很久 没出来 再进去看看 看看她确实 洗过澡了 还没有人答应 就找她 就看她站在佛堂 穿着海浅 整整齐齐 手上拿着面珠 面对着佛像 叫她不答应 到旁边仔细一看 她走了 这个工人告诉她 清眼看见 一点不假 劝我们要念佛 要求人净土 台南将军像的人 那么这桩事情 我们现在提起 还有很多人都知道 还记得很清楚 所以自行便是化大了 机会决定不能错过 持明念佛 是十六观经里面最后的夜观 第十六 就是劝我们持明念佛 所以 比观想 比观想 要殊胜 容易 还殊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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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